但是同學你分享你的經驗 當時你還記不記得你被問到什麼 我那時候在面試影傳系的時候 有老師問我說在疫情之下 可能就是跟當時他們在做 大師在做壁字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然後拿來問我們要考進來的學生 他就說在疫情之下 你要怎麼如何辦一個展覽 對 然後我那時候的回答是說 我就是可能要用線上 然後我想要做的是 給小朋友就是讓他們有互動遊戲 然後增加就是他們對防疫的知識 這樣子 這個題你在你的準備範圍內嗎 沒有 就你事前 你是臨時的 臨場的做答 對 臨場的做答 還有剛剛講到這個書審 是你的一些相關的這些內容 那你的思考是 就是也已經想到了就是說 我現在要提供出來的這些資料 一定要跟系上的所學 跟他的教學中止要相企 對 然後因為 輔大影傳系就很注重於就是理論跟實物 然後但是理論方面就是我就是我不足的點 就是我在高中三年沒有學到的點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申請動機說就是我很希望就是進到 輔大影傳系學理論的東西 然後我可以 我那時候在作品分享的時候就分享一些 其實你已經分享了作品了 對就是分享作品 就是說我 我做這些 然後可是我覺得我一定會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進到影傳系可以學更多理論的東西 然後精進我的作品 這些東西最好還是給這個專業人士評價之後 我們學校那時候是有做模擬面次 所以我們的東西是有外面業界的老師們看過 然後他那時候也沒有對我的背成有做太多的評價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OK的 是是是 後面這一段補充很重要 對吧不知道同模是不是這樣 也就是說你不要這個自負其短了 你也許你喜歡拍照 可是你喜歡拍照 你現在你要思考的是 我要進到這個學校學系 因此你當然拿出來的東西 要能夠拿得出手的東西 而不是說我隨便這個風景拍一拍 然後也沒景深 或是拍一個人物了 也沒景深然後你就拿出去 拜託你這隔壁國小的也可以拍成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既然要拿出手 都是要精選的一些作品 唐伯恩你來對我們練練的背審資料 來做一些評價建議 我們練練呢各位可以看得到 他的那個整個台風非常穩健 大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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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個對他原來的這個推薦的過程裡面 其實還記憶有形喔 那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其實是一個磨練的過程 呃 與其說講給我再提供一些意見 就是說 呃 資訊視覺的話 的確剛剛已經展現了 你的模板 或者說你的這個整個拍板 有你自己的想法比較重要 比如說 你今天的推薦資料如果啦 就是一個劇本 那我看到 欸 這不是推薦資料 這是一個劇本型態的成果 這個就已經非常非常加分 非常加分 然後你懂得下 你把作品都拿出來 完整的作品 直接用寫劇本的方式 來把你自己當作男主角也可以 唉 這也妙 這個最厲害 把自己的所有的要推薦資料 把它變成新聞稿 是 哇這個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一定有老師教過 如果沒有老師教過 也是自己出來的話 那就非常非常好